《大陸螞蟻科技集團》 號稱史上最大首次公開募股的世紀大戲 由大陸螞蟻科技集團領銜演出 演出前夕 11月2號 劇中三大核心人物馬雲、董事長景賢動 總裁胡曉明遭中共當局四大監管機構約談 隨後在3號晚間就宣布暫緩螞蟻集團上市 中共官媒也迅速發表評論 聲稱 螞蟻集團暫緩上市 彰顯保護投資者利益的堅定決心 但事情還沒有完 螞蟻消費信貸產品的王牌花唄 又被中共金融部委點名批評 外界質疑 中共官方一直默許螞蟻長大 直到上市的前一刻才動手管制 動機實在可疑 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之前馬雲在金融論壇上 發表了一個講話 對的話是得罪了習近平 得罪了中共最高的黨魁 所以這是被認為是一種自暴反的 這樣的一種行為 那整肅的這種表現 當然它會以觀察方的理由來做啦 是所謂的事 10月24號 馬雲以聯合國數位合作 高級別小組聯合主席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宣導者的身份 發表主題演講 他提到 中國不是金融系統性風險 中國金融基本上沒有風險 是缺乏系統的風險 分析人士認為 就是這番話得罪了中共當局 馬雲在金融領域十幾年一直在是 爭奪這個銀行業的這種蛋糕 銀行業實際上很充滿 但是無能為力 螞蟻集團暫緩上市 中共當局隨即發布 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 對小額放貸業務進行更嚴格的管理 規定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不得低於30% 與之前出資僅2%相比 勢必大大限縮螞蟻集團的放貸規模 及盈利能力 而企業費、花費這兩個項目 是螞蟻集團營收的重要來源 就是所謂的這叫金控集團大量的出現 這次我們看的是大量的資本 可以趁各種各流流到海外 那麼這種情況下它就要加強金融監管 然後防止出現整個風險 最終是威脅到中共當局的這種政權的問題 據瞭解 螞蟻集團的戒備花備的服務目標客群 幾乎是90後的年輕人 也就是說 馬雲作為代方 掌握的是這些中國的未來 掌握未來就等於威脅到中共政權 中國經濟往自由化 往這個市場化 那邊發展的一種道行逆施 中共前青海省政協委員 流亡美國的民營企業家王瑞勤 對自由亞洲電臺說 中共就是要拿螞蟻和馬雲開刀 警告中國的民營企業要聽黨話 跟黨走